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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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去解释 所以说你们之间的这个信用 就是这个手杖联系在一起 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手杖是在那边的 对对对在那边 然后就是到他们说读白的时候 人都从这边这样拿下来 然后他是从那个树上拿下来 我们就去看一下读白的时候 然后放在手机 然后放在前方 或是看不到一年都可以的 就随意了 这一段读白完成之后 你自己把它收起来了 美花三笼这首歌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讲 一个是他的歌曲改编 再就是舞美的设计 最后就是舞蹈的创意 就是歌曲改编这款 江云航老师的这首 美花三笼 其实是一首特别老的歌 然后他在咱们这四年的春晚上 也算是首次改编 融入了古典名乐 比如说古彰 肖 笛子这种 就是整体的乐感的话 听起来会比较悠扬一些 所以就是与之 就是像搭配的 就是舞美的设计上 主要是大屏 大屏方面是 我当时也是看了几千个素材 然后从里边找了一个 就觉得比较好的 然后好的一种素材 作为参考 然后又特意找的 视频制作的老师 然后就是根据这些灵感 然后创作出来的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 然后在就是舞美上 就是因为梅花三笼嘛 可能就是有几颗梅花点缀一下 然后有甲山 然后还有雪雕 在舞蹈创意这块 就是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改一往的 就是传统双人舞的这种表达方式 这次我是单独找了一个舞者 而且是一个男舞者 就是这个我对他的诠释是 就是江玉恒老师 他是一个男歌者 然后我找的这个舞蹈老师 他又是个男舞者 这样的话 就是两个不同平行时空的人 然后再用歌声和舞蹈 来诠释这同一首歌 就是观众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就比方说可能 这个二十多岁的男舞者 他可能就是江玉恒老师 年轻时候的自己 或者是说他们两个是 两个时空的同一个人 也可以解读出这个样子 那就是联系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就是有一种信物 就是这个手卷 然后就是他们会在 同一个相同的时间 同一个点上 然后都拿出来 舞者用他的方式去诠释 然后江玉恒老师 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读 是这样的 最后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互换一下位置 然后就是看向彼此这种 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个主题 给他一个升华法 以后一样ir后一样ir后的意外 操作用的方式去语 感觉还不是一样ir 武者用他进来 和我一样ir 你分手一样ir 《宝宝别哭》这首歌就是沉进了前边互动里边的战疫情 然后是前面是用沙话的方式 然后展示总结战友之间 类似于这样医护人员之间的这种比较温馨的一个场景 就是前半部分江一彤老师唱的时候 后边的冰瓶 浮行的冰瓶会有这个沙话 然后来体现 等到唱到第一段结束的时候 然后就是120个医护人员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边 我最后结累的时候 就江一彤老师又走到医护人员 120个医护人员中间 然后跟他们一起合唱 然后最后还有江一彤老师会表达对医护人员的这种感谢 非常欢迎江一彤老师做客我们吉林卫视 先跟吉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一彤 很快就要见面了 又见面了 这是第几次来我们吉林卫视 第二次 第二次 应该是19年的春晚的时候也来过 这是第二次 大家都知道去年是疫情年 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一首歌是 女方的朋友别哭 然后我就以这个歌词 我就很想扶贫很多在前线的 这个辛苦的一彤人员 所以我就把这个我用我的方式重唱了一次 就朋友别哭 我想因为我唱的心情就是为了他们唱的 我想应该会有很不同的感受 而且我之前有看过这个歌的彩排 其实现场会有很多我们的医护人员会来 是 好 不好意思 环境了 我看了彩排 我是不是透皮了 怎么样 这次来吉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觉得冷 冷 超级冷 可是这不是最冷的 我在几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我在吉林 从早上 从这里出发是零下三十二度 然后晚上我到芽加达 印尼的芽加达是零上三十五度 六十多钟的温差 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这次呢就朋友多了 包括新认识的朋友 每天我跟他们打成一片 对 很开心 他们有没有带你吃好吃的 据我说是没有吃 感受到我们东北人的豪卖的热情 不得喝酒 就是啊 其实我们东北人特别热情 是 所以特别喜欢交朋友是吧 没错 那这一次来到我们吉林卫视 也会有很多祝福要送给我们吉林卫视观众朋友吧 是啊 当然了 新的一年嘛 那么 真的希望嘛 由衷的希望 安全 平安的环境 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 能够很快就会到来 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平安 梦想成真 好 那我也祝我们观众朋友们祝您录制顺利 加油 OK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也许 应该不让你 好 最后 才装满眼睛 设计就是一个道具 是一个大手机 需要歌手从这个手机中走出来 就是第一首歌给他选用了 一个人的古装伴舞 然后第二首歌是少可洋老师的歌 是五个也是东施的学生给他伴舞 然后那个刘凤阳老师 就是自己独唱 然后最后一个花姐的狂浪 是34个医护人员的伴舞 就是他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团体 其中还有人去武汉参加了抗议 然后就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不是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网络歌曲的这个连唱 选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 特别熟的几首歌曲 是不是 对 然后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网红 可能不太认识他们的名字 但是歌旋律一响起来 大家一下子 我听过我听过 那接下来的那个作品呢 是乌兰特亚老师的 对是乌兰特亚老师的点赞新时代 就是为什么选择了点赞新时代这首歌呢 就是在20年这个大怀念之下 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大家可能都比较压抑 然后我们选择了点赞新时代这首歌 无论是从歌词啊 还是旋律上都能引起 大家就是特别积极向上的就是心情 就是能带动全民一起联欢起来 就是所有人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都能跟着蹦的起来 还有就是我们还设计了 就是全民的那个网络联欢 有七到七十一岁的 就是从小朋友到叔叔 到爷爷奶奶那个年纪的伴舞 然后因为现在不让聚集 所以我们可能会采用云录制的方式 然后后期把它点击进来 然后就是都很开心 真的也特别好 对就是能引到 感谢观看 吉林先跟我们吉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吉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蒙古青年歌手乌兰图雅 新年到了 给我们吉林的观众朋友们拜年 新年快乐 好 谢谢老师 那这一次是第几次来吉林 哎呀 吉林其实我经常来 你这一言我就知道是对这的 对 经常来 经常来 因为这个吉林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也是内蒙的这个叫 就我们隔壁 就在你的隔壁 对 在吉林隔壁 所以在生活习惯呢 语言呢 然后这个各方面都特别进行 这一次呢 又参加我们吉林卫视春晚的节目呢 特别的开心 特别开心 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给我们分享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长期来 点在美好新时代 点在新时代 送给我们吉林的 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首歌啊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在的新时代下 我们全国人民啊 都是贝小康 然后我们的日子是真正日上 尤其在我们的吉林大地上 我们看到了 我们吉林在 人民在新时代这种 生的日上的这个新的面貌啊 加加的过上好日子 所以呢 我也想为这首歌曲啊 送给我们吉林的观众朋友 嗯 其实我们知道在之前 有一首您演唱的歌 然后一下就火了 完了呢 天上飞行 对这首歌其实是我一二年的作品 哦 那么久 一二年作品 其实在大评端 其实一直还是大家都很熟人 那么就这两年 我们新媒体端很多朋友啊 尤其东北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互动得特别的多 那么也希望我们这种媒体的方式 能够把我们的音乐 能够更多的更快 更便捷的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尤其吉林的朋友们 是的 那最后跟我们吉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好不好 首先呢 祝福我们吉林卫视呢 能够收视长逢 也祝福我们吉林卫视 这一届的村晚 能够收视长逢 然后祝福我们吉林的观众朋友们 健康快乐平安和幸福 有机会 多多庆祝俩的身体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